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David Sir 現在是2019年12月8日 不夠一小時左右就有遊行 緊急呼籲大家千萬不要去遊行 因為遊行前夕的時候,警方在天后搜出一些武器 武器是非常危險的,大家真的要小心 他說有一班激進的團伙計劃今天遊行中 使用某些武器去製造混亂 包括射擊警員或者傷及無辜的徒人 然後教我給警員 大家要小心一點,千萬不要參加遊行 和其他的朋友通知他們 今天最好不要出去 如果出去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離開人群多的地方 因為覺得香港現在的形勢 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警方在中午的時候舉行了一些記者會 交代警方今天早上在很多區裏 收到很多武器 包括炮竹、子彈、彈盒 其中有組織罪案和三合會調查科的高級警司 李桂華表示 今次是警方在年月示威遊行事件裏 首次檢獲真的手槍 警方呼籲參與今天遊行的市民 應該留意周圍的情況 如果發現危險的時候就馬上離開 到安全的地方暫避和報警 大家千萬要小心 不要想著吃花生 不要想著去遊行沒事 我經常跟大家說 這件事不是這麼簡單的 大家千萬不要上當 留在安全的地方 那就最好了 好,跟大家說到這裡為止 記住去緊急呼籲 麻煩,拜拜